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附和 下班之后便是黄昏了 偶尔也望一望绚丽的晚霞 却不再逗留 因为你们仰相阿爸的小脸 透露更多的期待 加班之后便是深夜了 偶尔也望一望灿烂的星空 却不再沉迷 因为你们熟睡的小脸 比星空更迷人 阿爸每日每日的上下班 犹如陀螺的转牙转 将阿爸积月的豪情 足以转为柔情 就像阿公和阿嬷 为阿爸支救了一生 绵长而细密的呵护 孩子呀 阿爸也没有任何怨言 只因这是生命中最沉重 也是最甜蜜的附和 感恩 感恩诗人吴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 是这个吴胜老师和他的孩子 的这个联合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附和 我想在国中的时候 我的课本里面 我们都读过这个附和这首诗 那老师读了这个版本 是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出版了他的这个音乐 所以以这首老师的原作 来做一点 做一个根基 然后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词 是吧 老师 附和这首诗在1980年 其实就已经选进了 我们国中国文课本 所以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 应该读过中华民国国中的 大部分应该是都读过这首诗 是 是 是 那吴志玲长大以后 他成为也是一个 就是喜欢音乐的创作歌手 是 那他就想到说 因为其中我们有一些 为了课业上 坦白说是有一些冲突 那在那样的历程 他大概想到父亲的那样的辛劳 所以他开玩笑的时候 他为了回报 我去陪读 就是我曾经去陪着他上下学 在他大学的时候 所以就把附和这首诗 在家里修饰来做成歌曲 那收入在第一章诗歌专辑 就叫做甜蜜的附和 是 是 是 我们希望老师能够朗诵这首诗 最主要是我们也觉得 感觉到父亲的关爱在这个里面 所以您这首诗是写给三个孩子的 当然是以 因为身为父亲 因为其实我写这首诗的动念 是初伪人父就开始想到要写这样的一组诗 因为我们现在的父亲 当然都是也会帮忙带小孩 对 那在带小孩的过程里面 你就有很多这种很深的这样的情感 是 想要表达 尤其是我们是住在农村 那农村的夜晚尤其是寒冷的冬夜 那万籁极净 就是整个村庄都已经很安静了 大家大部分都早睡 可是我的小孩经常就是要 就还不想睡 那这个时候就很辛苦 那因为我太太也在教书 所以我通常比较晚的时候 我会赶快接过来 就接手啦 就说 换我来带这样 那带的时候 我们农村带小孩 很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用背筋 要滚啦 用背筋 自缠的那种背筋 就背起来 那背起来的时候 一定会摇嘛 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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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自觉地 就会跟小孩子讲一些话 然后一面摇一面背着 然后讲一些话的时候 发现说 其实这是非常 因为这种亲情 是普天下 所有为人父母 都是有共同的情感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共同情感经验 所以我就开始酝酿 要把这样的一种情感 来以诗的形式 来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背着小孩 就开始酝酿 那我第一个小孩 再背大 再背第二个小孩 这样子慢慢酝酿 然后后来再把它整理出来 那这一首附和呢 就是这一组诗的第一首 因为这一组诗 我原先的名称叫做 向孩子说 向孩子说 他们在哀嘛 在哀的时候 哀哀哀 跟孩子说 你们爸如何 你们爸如何 那样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根源 是是是 我们也要请吴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您在2014年 把您在21世纪的 这个五世纪作的诗作 集结成一本新的诗集 他很年轻 跟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会用他很年轻 这首诗作为 这一个诗集的一个title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是20世纪末 我就把所有就是找所有的作品 已经写了诗集 诗作我就把 比较觉得比较惊讶的 就出了一本无声诗选 那在后继里面 我就写了 我说21世纪新的世纪来临 我盼望自己会有新的一个开展 新的创作题材 其实那个时候 我已经早就想要 因为我以往比较偏重 比较属于一般知道的社会写诗 可是我其实也很多 我们自我内在的心情 也要想要探索 比如说我们生命与自然 生命与死亡 那这一类我们个人 就是自然生命的一种探索 而不是那么偏重社会心 比较属于个人生命内性的一些心思 所以就开始酝酿 新的这一组作品 那这一组作品 慢慢后来发展出来 就是晚年冥想 他还年轻 世纪歌詠 这一类跟大自然 跟自然跟生命 比较有这种探索性的作品 就集结成为这一本诗集 叫做他还年轻 那他还年轻的意义 其实我主要有两大部分 想要谈的是 第一个 我其实一直认为 一直深刻的体验到 我们台湾岛屿 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岛屿 因为它是一个变动的 它的地质还是一个很不稳定的 它的社会也是 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地方 所以既然他还年轻 岛屿他还年轻 那所谓年轻 我们就是一定要用 很疼惜的心情 一种爱护的心情 来对待他 我们对待年轻的生命 总是会用一种 很疼惜的 说他年轻 他小孩 我们要他疼 要他笑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所谓他年轻 其实我主要是讲到 我们的台湾岛屿 所以这首诗其实是在 我是以玉山 来做描述的对象 那第二个心情 就是 主要是因为我写这一组诗的时候 已经等于开始迈入晚年 已经中壮年结束 那开始迈入晚年 那迈入晚年的心境 其实我坦白说 我不像一般的私家 他会一种 伤春悲秋 或者悲碳 就是我坦白说是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一直从我个人的生命 来看到 我虽已老 他还年轻 也就是说 我的年岁 因为有死而尽 我即将迈入晚年 然后即将结束 可是我会看到 那种生生不息的 一代又一代 兴起的生命 那样的一种观 那种心悦 那种期待 然后也同样的 也是一种很疼惜的 一种爱护的一种心情 是 就是说我老了 我不要紧 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为 我们的更年轻的 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 来着想 是 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扣除 是 我们老了不要只说 我老了在晚餐 自己老了 不是这样 就是一种 但是我老了 我老了不过 我老了不过 我老了是新生 那是一个自然的 生命的循环 所以我想朗受一首 感谢老师 这一首 因为这种心情 我想我就写在一首诗 叫做落叶 落叶 傍晚在自家小树园 日常休憩 静看叶片泄幕前 最后的舞姿 又如榴莲依依的挥别 偶有一节枯枝 扑一声掉落 躺卧在铺满落叶的地面 我仿佛听见 磁形的溃叹 非常轻 拿起竹扒扫成堆 像例行性清扫逝去的日子 抬起头 落叶回旋又纷纷 才正要轻语出声 赫然发现 每一节枯枝 是心牙蒙发的预告 每一片落叶 轻轻松手 都是为了让位给新生 如同逐年老去的我 在每一张同志的面容 焕发的青春里 找到生命延续的欢喜 是这个意思 好美哦 老师 看你主持人 真的是好大的心灵享受 是 我主要是要强调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 就是每一个生命 都是有死而尽 但是要多 不用来太多的感叹 自己的生命 但是要多看 兴起的生命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段 每一节枯枝 是心牙蒙发的预告 每一片落叶 轻轻松手 都是为了让位给新生 是 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老师你的人生态度真的是非常的长青 是 老师这个发表 他还年轻这本诗集 你也选在你母亲百岁明诞的时刻发表 我想这对你应该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意思 因为我常年是一直定居在农村 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 然后我常开玩笑说 可能全台湾一直住址都没有变的 作家可能很少很少 那我就是那种 我就是一个 你如果说要跟我联系而找不到我的住址 那一定是变人的 因为我住址从来没有变 一直住在那里 所以我的生活就是很单纯 那也很就是一直就是对农村有一种越来越深的那种依赖 那这个是因为我跟从小就跟随母亲一直耕作 那因为我父亲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过世 所以我们全家就主要还是后来就是依靠母亲来抚养 来就是培育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所以那我毕业以后呢 我选择就立刻就不考虑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我就选择回家乡 刚好有教书的工作 但是更重要的是 平常其实我跟我太太都要协助很多的农士 是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验里面 这样的历程 其实越对母亲这种农村的劳动妇女 就越来越有很多的学习 那再也有更多的尊敬 因为譬如说他在早期 我们农药开始在盛行的时候 他就一直很搬悠 他会不断的讲 他说那些毒的东西 这样在噴的 这样让人吃 他就不知 他也没有什么知识 也没有读过书 可是他是凭他的良心 跟凭他的生活的智慧 他会不断的提出很多这种 不能接受的一种现代文明的发展 包括譬如说免洗餐具 在盛行的时候 他真的是骂惨的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 有九龙肥的 那这样每次如果板倒 譬如说婚伤喜庆 这个板倒 整桌的免洗餐具都 一大包一大包这样 然后就这样 整车 整车 有到浪费 有到没菜 他就会有很多这种 对现代文明的一些批评 所以我们就尽量能够保持那种 很单纯的生活的环境 很单纯的生活的样式 所以我们一直 全家都一直很信奉 生活比较单纯的好 那很有趣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母亲单名叫纯 纯 她又是姓纯 耳朵成 单纯单纯 代语的意思 人单纯 所以她刚好她的生活的态度 她的生命的核心价值 刚好就是一直想说 她也不是刻意 也不是故意说 像我们文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 好像一种文字联想 其实她没有 她就很自然的说 我们人要生活比较单纯 我们做人比较单纯 我们心思比较单纯 我们吃过多少 穿过多少 不好欲望 不好这样 贪心 就比较单纯就好 反正也要比较单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一直在推动 包括我的夙缘 就是绝对坚持 用除草 就是割草剂 绝对不用除草剂 也绝对不用农药 那我们邻近的农田 也绝对不用除草剂跟农药 我们希望说能够尽量回归自然 然后降低我们的这个地球的伤害 降低土地的伤害 所以我们就在今年 我父母一百岁名单的时候 就出了这张CD专辑 然后再出我这本书 然后就办了一场叫做纯元音乐会 因为我们的夙缘 我就以母亲的名字 就命名为纯元 其实更重要 不只是说纪念的这种意义 其实更重要 藉由纪念阿嬷 就是吴志玲的阿嬷的 他们这种活动 希望能够来推动 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体会 来体验 这种比较单纯的 比较自然的 一个生活的态度 跟生活的环境 我们要请吴老师来谈论 就这样的一个精神 其实也传承到了 自您跟英明的身上 就是说它是在一个 很自然的状况下 在您自己的身体力行 以及你的生活态度 去影响了他们吗 还是说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 他们怎么样开始 有这样一个自觉 去承续了这样的一种 很单纯的简单生活的观念 实在说他们主要还是说 受阿嬷影响 这样子对 因为我们都一直住在一起 因为我我就是一毕业就回去教书工作 那我的三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 当然也是一样 就农村小孩 那农村小孩一定也是 避免不了要去农田 做一些帮忙 做一些农事 其实做一些农事 其实都是我母亲在 在指导 就是说他在划 他在划这些相机 做什么 他做什么 所以他们就 像我两个男生 知道吴志玲跟他哥哥 其实小时候 包括在读大学的时候 寒暑假 都还是要回去帮忙农事 那我感到 比较安慰的是 其实我妈妈晚年 她最感到欣慰 因为晚年体力总是比较不如的 那有时候她就会坐在田岗上 然后看着两个孙子 因为吴依宁女生 比较没有让她下田 我们还是比较 这个比较疼 总爱她 比较疼 对啊 就是女生 我们讲说 女生就不要去 少让她去劳动 两个男生就比较多 譬如说我印象最深的 都要摸秧楼 去摸的工作 比如说农民 就是我们插秧 插秧以前都是手工 那她两个就去摸摸 一摸一摸摸的养苗 就摸摸给她的插秧的农民 或者是在那边帮忙 一些肥料的农事 他们可能在那十五年 比较有摸 就帮阿嬷摸的东西 我才听我说 我们这孩子很乖 这两个手段 你看 因为吴志玲的哥哥是医学院 他说你看 我们这年轻人以前 就这样 还要再做 要回来跟我们倒着 他就会有一种那种传承 所以他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 很放心的 是 不用烦恼说 以后这些菜没人要做 是 那这样 那更有趣的是 我们三代就是住在一起 那现在包括我的孙子 也是一起 也是一起 然后也是要到田里去 然后最有趣的是 他们现在在家里 一下放学回来 就都躺着 都不穿 都三个都在 都躺着 在庭院去餐 我别人的孩子都一定要穿 那他们三个就是 不要紧 老师跟你跟你谈话 我们的这个双脚就是非常踏实的 这个踏在泥土上的那种温暖 听你讲话 真的是让我们心灵有非常大的提升 所以我希望老师常常有机会 到大爱电视台 到媒体上面来发表您的诗作 念念诗给我们听 谈谈您的这个家乡的生活 谢谢老师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灵的家园的温暖 谢谢老师 感恩 感恩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 以及电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剧 我们下次再聚 感恩 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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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老师 多谢